人真是很需要遙樹 很需要復和 很需要修補 我希望在我們個人的生命有修補 在教會裏面有修補 教會一定有問題 沒有一個教會沒有問題 問題是我們怎樣面對 我們是否排斥 我們是否不理對方 批判 說閒話 因為我們去遙樹祝福 我感謝主神給我的心 我很想建立這個教會 義務地去建立這個教會 為了承傳神的心意 希望我們一起去承傳 有些人說有個教堂 那個教堂會好些的 你外面看就是了 你一進去 又有別的問題 沒有一個教會沒有問題 而這個教會有很多好的前則 有兩個好的牧師 真是有很多電影子妹有心的 我們在這個家得到幫助 我們都應該在這個家裏面去祝福 我今天的信息是講到 自己被醫治 然後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在我們家庭 在我們所有的關係 以及在教會的關係 有人去到天堂 他最想念天堂的截立 他在天堂看到任何一個人 以及看到耶穌 都是極度的截立 完全的截立 但落到地上是否這樣 不是這樣 甚至在教會也不是這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為何走到我這裏 有甚麼要跟你說 人就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人真是敗壞 人的敗壞就是在人際關係顯露出來 天堂這麼好就是在那裏完全的截立 我們可不可以試一下 我們真是說神啊 我們喜歡人截立 你喜歡不喜歡人截立你 你喜歡不喜歡人無條件截立你 譬如當你犯了很大的罪 依然有人去截立你 是否會很舒服 但有時我們做了錯事 有時小小事 譬如有時你上班 可能會更加遇到這些問題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是很小事 但有些人就會很擴大 令到你覺得 嘩 好像 我自己做了甚麼 離天的大罪 但是 當然如果有人說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可以的 給你機會 我們會覺得很平安很舒服 我希望大家 真是把這個地方 這個教會 變成為天堂的地方 請各位開眼 昨晚有些人睡覺 睡得少 或者聊天很久 好了 首先 我們有甚麼難以建立 人際關係的問題 有甚麼原因呢 第一 因為人的說話是會傷害的 如果我們受諾這些東西 吃了垃圾 是一定會有問題的 說話浮躁如刀 一起讀 說話浮躁如刀刺人 憂傷即靈屎骨敷乾 就是 當有人說一些浮躁的說話 真的好像一把刀刺進我們的心裡 而我們處理不到的時候 那些憂傷裡面 就叫我們屎骨敷乾 整個人都敷乾 是很痛苦 其實活在 被人控訴 而受影響的狀況 是否很淒涼 是很淒涼 做人 如果是被人控訴 而繼續 心裡面自己控訴自己 通常有人控訴我們的說話 我們會繼續控訴自己幾次呢 是幾次啊 幾十次啊 幾百次啊 或者更多呢 大家有沒有記得以前曾經有人控訴你 然後你自己反覆思想 真是笨了 真是傻了 那時候做了這樣的事 有沒有這樣試過 我們都會 因為我們自己是經常都被魔鬼用的 我們是魔鬼的義工 有很多人 免費啊 魔鬼就業控訴 他說你還控訴得多過我 我控訴你一兩句你就繼續控訴 所以當我們受到這個時候 長期的時候 真是影響人 是很辛苦的 如果不備醫治可以影響人際關係 就會怎樣呢 沒有信心溝通 覺得人都不喜歡我 我是被排斥的 就變得沒有關心人的心 只是想在教會得到安慰 很容易懷疑人 又傷害人 人際關係就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一樣 好像大家看到 教會有問題 我不是看不到 但我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們找方法 讓耶穌去醫治 我永遠會說 他這麼壞 怎麼搞的 踢他出局 排斥他 讓他覺得不開心 做些事讓他知道自己是壞 但我永遠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沒有容忍 是幫不到人 但當我們用愛 愛是可以改變人的 未處理的傷害影響現在的關係 就是小時候被人傷害 而且成長的時候 未醫治很容易會敏感 有些什麼事 小時候敏感 就是人家在說話 就會受傷害 然後現在長大了 也是會這樣 對人敏感 就是人家在說一句話 馬上就說 你是在說我嗎 你在說我嗎 這樣也會 猛鼓別人有什麼動機 經常以為人針對自己 就會真的很辛苦 其實這樣做人是很慘的 大家想不想脫離這些事情 我們需要被醫治 也都學習免疫 需要免疫 但這個免疫 就不是奉耶穌明祈禱免疫 不是這樣的 是學習不要吃垃圾 學習將裡面的東西清除 學習接立人 因為我們不接立人 我們自己都不會接立自己 是不是 當我們不接立人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很難受的 傷害未被醫治的時候 是好來傷害人 心靈受到傷害的時候 還有傷害未被醫治的時候 會有一個憤恨 會有負面的說法 就看小人 就是比較 他不夠我熟靈 他不夠我愛主 他不夠我這麼幫人 就會比較 或者他說 我不夠他這麼熟靈 我不夠他這麼熱身 我不夠他這麼多人 幫到這麼多人 或者用閒話的方式 閒話是很方便的 是很多人的娛樂來的 不過這個娛樂是 付出很大的代價 因為會侵蝕自己的生命 和神比喻 所以傷害不被醫治 是很慘的 但是有很多人 就會繼續 他這麼壞 我只要生氣他 他以為這樣是報復 但其實是傷回自己 他一輩子就不被醫治 我們今早請大家為對方祈禱醫治 你會不會都是 時時日日祈禱神啊 安慰我的心 讓我知道我是被折留 我們一起說 耶穌 讓我知道我是被你折留 你很想醫我 很想釋放我 我是很寶貴的 耶穌你真好 耶穌完全的折留 耶穌完全的折留 你一個人活在指控之中 是很慘的 接著他又會指控人 有些人的圖畫是怎樣的 爸爸在公司被人罵 老闆罵 回來就罵太太 太就罵子女 酒女就罵弟弟妹 弟妹沒有東西要罵 就踢個玩具 那些憤怒一直傳來 但其實每一個都傳遇這些憤怒 其實指控聖經很清楚說到 誰能控告神所揀損的人 誰能定他們的罪 因為有耶穌基督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為我們死 而且在神的右邊為我們祈求 我們感激的是神 我們有一個不控訴的神 我們發現有些宗教是控訴人的 但是耶穌是一個不控訴的神 只要我們悔改信主 我們就不被控訴 感謝神 有些人真的有點像賤主 是會的 跟人相處 哇 現在有些什麼事 那時候馬上說 搞錯了 你這樣 撐了一句 挖了一眼 不理他 不要理他 即是 不知不覺地 就變成賤主 這隻是狗 被他刺完之後 去看獸醫 看獸醫的時候 真的很淒涼 你不認識 不認識 以為沒有事 怎知道一碰到他 就這麼多事 自卑感也可以叫人 退後 好像寄那些喊 經常縮下去 會說 我充滿苦水 我去很多苦水 沒有人接納我 沒有人聽我的傾訴 沒有人想做我朋友 我要收藏自己 我永遠都是失敗者 我是很慘那個 我被人看小一個 沒有人理我那個 即是有時候人就會這樣 在教會其實是很安全的 不過 都有很多人 在一些舒服的情況會安全 其他情況都是不敢出聲 都是收藏自己 因為未被醫治 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 我不是這麼 跟別人交往的人 我怕的 我說話 說了一半會斷的 因為 我家裡沒有人聽過 我說話 我出去上學 也經常被人笑 所以我說話 周時說了一半會斷的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及人 但是神醫治我 神改變我 曾經我都試過想跟同學 這些同學經常疾人 我曾經有時想 不如我都學一下他們疾人 但我想一下 我還是不想做一個這樣的人 令到別人不舒服 其實每個人都有孤單時刻 你有沒有呢 我也有的 不過問題是我們怎麼處理 有些人孤單時刻 都是沒有人愛我的 都是沒有用的 都是永遠單身的 若是人就會這樣 有孤單感 那怎麼辦呢 不同的反應 繼續做孤單者 一種 第二種是怎樣 就是找朋友開心 他好像很不同 不過他只是想找朋友開心 滿足他 只是想滿足他自己 但另一種是怎樣 經歷醫治之後 我去安慰人 這才是耶穌想我們做的 你經過這個步驟 不過不要停留這裏 有些人永遠都是 一回教堂 看看哪個好朋友 走來聊天 但那些新來的人 那些來到教會 覺得沒有人接納 或者好像站在我 站在教堂那裏的人 很多人不理他 但我一見到他們 我是被吸引去幫他們 我很關心 所以我這次特地叫了 新來的那些 我特地跟他們聊天 他們都很好反應 都很樂意 你真心的接受耶穌做教主 祈禱也都經歷聖命 那我都很想 逐步幫助大家 都好像我那樣 見到人呢 就想幫 也都能夠幫到他 一步步提升 那大家一起提升了 即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吸數好像 有高有低 那我們怎樣呢 是不是 你這麼低 踩低你 是不是這樣呢 為什麼 我幫你 而我欣賞我做的過程 我不會令到你覺得被看少 是不是很緊要 如果你在幫人 你這麼笨 你快得學 你還學不到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更加傷害他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 永遠都不要傷害人 聖經說什麼呢 我們的肉麻 人被我們肉麻 是落在基督身上 好了 回頭 那你罵人的那些去了哪裡 去了基督那裡 你罵基督 是否嚴重 嚴重 嚴重 耶穌很清楚說 你摘到一個小子 就摘到我 同樣 你伴到一個小子 不如把大磨石綁在你 放你進去 更好 耶穌很少說的這麼嚴厲 但耶穌很不喜歡人 去傷害人 所以我們知道的仇 我們知道任何的傷害 無論說他的行話 不是很理他 心裡面排斥他 只要心裡有些少排斥 的那麼多不喜歡 都是神秘 那你說他是他衰先我 他衰那怎麼辦呢 他衰他的問題 其實他衰就是他很慘 很慘他需要我們更多去關心 那你說我現在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先祈禱 也為自己祈禱 幫我有能力去面對那些 即是活傷害人的人 不要緊的 我們靠著耶穌可以得勝 希望我們不要繼續做孤單者 有些人就經常等別人關心 只是說 在教堂裡面 我就想有人關心我 也有些人就找到朋友 就是舒服了 不需要再關心其他人了 有些人就是沒有關心的心 他根本是 他會不會理會這個小朋友 他們很舒服 他們入了一堆很舒服 他就覺得這個怪人 由他怪到夠了 讓他辛苦一下 有很多人沒有這種心 想一想 這個小孩子很淒涼 但人不會這樣想的 我們求主聖靈感動我們 而享受朋友關係 不等於關愛 不等於我們付出代價去外人 以上我們有這些問題 怎麼辦呢 有些人一世就是這樣 一世就是受傷害者 憂傷者 孤單者 痛苦者 就夜日辛苦 永遠都停留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是很痛苦的 那是怎樣去衝破呢 一定要處理 有些人說 我很慘的 我那些慘比你 其實 每個人都有一個慘的地方 我以前小時候 因為家裡的家辯 我是馬上發惡夢 馬上夢遊 發的夢 很多奇形怪狀都有 我試過發夢 在屋頂有很多支針一直落下來 我就在夢中說 我要找一個位置沒有針的 但是在夢中忽然間動了 動了 死了 死了 現在那些針下來 因為我動了位置那些針會刺下來 會發這樣的夢 即是一些很危險的夢 就是因為被罵 被傷害 但是我可以決意去處理 靠著耶穌去處理 真的可以得勝 我希望大家看到 是可以處理的 所有的傷害 耶穌可以醫治的 深信神很想醫你 耶穌很想醫我的 耶穌很關心我的 耶穌很關心我的 而親人神可以得安慰 每一次親人神覺得平安舒服 就是神在安慰我們 而放下人的傷害 那些是垃圾 不要吃好東西 我是寶貴 是尊貴 所以我可以放手的 對這一切 而接受人是有罪 我有罪的 我是有罪的 個個都有罪的 你不要期望哪一個人是完美的 有時候人就會彈一句說話出來 我盡量小心 但是我都會有時 會彈一句說話出來 那你請你原諒我 我自己都會小心 但是沒有人是沒有問題的 人人都會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去定人的罪 人有問題是怎樣 我們就找方法去幫他 可不可以有這個心 神起於哪一種心 就是一個幫人的心 有些人就以為 我要比你厲害 我要證明你不對 我要證明你錯 以為這樣的方法 是神不喜歡的 神喜歡我們 永遠都是想祝福 永遠想幫助 永遠想提升 神就喜悅 聖經說到 有人奉他的名 傳道 趕鬼 行二臨 但是耶穌說 我不收貨 因為你的心沒有真正跟從我 而耶穌在馬太25章 第二第三個比喻 講到審判的比喻 都是講到 就是要做在主的小子身上 耶穌很多次講到 做在人的身上 所以耶穌很看重我們怎樣對人 不是怎樣對摸幫的人 或者那些對摸接立的人 是對任何一個人 永遠沒有敵人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們一起說 永遠沒有敵人 永遠沒有敵人 任何一個人都不是敵人 魔鬼是我們的敵人 但是人 永遠不是我的敵人 我們永遠都幫他們到底 神就喜悅 神喜悅我們 我要建立一堆人 但那些不是我的 我要踢開 我不理他們 神想我們 全部的人都折立 都是我 但我們個個都有錯的 這兩個人在說對方錯 其實他會講自己 所以他會使用自己 因為他會使用自己 還有呢 清觀難斷家務時 就是兩個人 他先下跌 然後他就壞了 是講不完的 所以要判斷哪個對 哪個錯 是很難的 根本沒有判斷 所以只有放手時 是順放手 放手 不要緊的 就是不死可以的 得搖人處且搖人 反而神就給你一些好東西 很重要的就是閒話 這個真的很多人都會講的 我一起讀一下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的人自己要句句封錯 句句 你有沒有想過 句句 你昨晚說的說話 是不是全部都是造就呢 不過在一個舒服環境 多數都會的 但是 有時在群組 有時在飲茶 吃東西 聊天 發牢騷的時候 發牢騷你真是傷心 你可以說我現在很傷心 但你不需要說衰對方 那明明是他衰 不過我們不是做這個人 我們不是做控訴者 他是有問題的 人人都有問題的 我們不是去控訴他 我們只是說我是受了傷害 我們可以分享 請別人幫助 但是呢 你要看別人 因為有些人 你一說的時候 他會說 你是不是說那個 是的 那個真的是很衰的 就是有些人 你找錯人了 那些 你找一些人 是真的不講閒話 這些人是神喜悅的 講閒話 而又很熱心 神喜悅主的人 神喜不喜歡呢 很熱心 他很熱心 不過他是講閒話的 神喜不喜歡 神喜不喜歡 神喜 神喜我們的生命 有良善 有忠心的本人 我們一起說 我要做有良善 有忠心的本人 先有良善 我問大家 哪一個更重要的 良善 因為有良善 你一定有忠心 有忠心 不一定有良善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一些 那些侍奉者 他是侍奉 不過他是戰豬 有沒有見過 戰豬侍奉者 有沒有見過 他是侍奉 不過他是戰豬 其實他是張建魔鬼的作為 是不是 雖然他做很多事 但是他其實是被魔鬼用 所以我們體重 希望大家體重生命 多過體重我們做甚麼 好了 欣奈的論斷 人 你就必備論斷 你敢不敢 神論斷你 你站不站得穩 我站不穩 我不敢 所以我不敢論斷人 我見到別人的問題 我不敢 因為我被神論斷 我沒得站 我站不住 一起跟馬太七張二字 因為你們枕也不敢 有必枕又被論斷 你們用甚麼良善 有必用甚麼良善 有必用甚麼良善 你用這麼小的杯子給別人 有些好處 神就用一個小杯子給你 你想不想 不想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真是怎樣對人 我知道耶穌是怎樣對我 我想耶穌善待我 我就善待人 羅馬書十四章四節 你是誰 他站住或跌倒 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有一點要站住 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我希望大家記實這個經文 經節 比較容易記 十四 不過有些人說很難記 尚試 尚試 你是誰 無論你是誰 警論斷人的福人的時候 你是誰去論斷人的福人 這裡說的人是誰 就是神的福人 即是說到神的兒女 他站住或跌倒 有主人在 你不用論斷他 而且他要站住 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神會保守他 我們不去論斷 我們去建立 我們永遠不去論斷 我們真的要小心 有很多人的口 是非常之不小心 甚至在群組發放信息 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明明的指責 第二種就是暗示 不過大家都知道是誰 暗示 暗示 暗示其實是否好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暗示 有人呢 又不做什麼 是這樣的 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你知道他講你的 但是那個感覺是怎樣 是更加辛苦的 所以一樣是冒犯神 你沒有說名 一樣是冒犯神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任何的說話 出口都是冒犯人 冒犯神 但是在公開講 是更加差 為什麼呢 是公開給很多人 那些說話 收不回 自己有些人 是真的 是非常之白的 你一傳出來 他會傳給這麼多的人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信耶穌沒有這種感覺 傳給所有人 是不重要的 他就會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傳到不知哪裏 是不是很大的破壞 其實需要不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神啊 我真的說了很多說話 不應該說 大家有沒有數一下 我說了多少說話 不應該說 我希望大家 真的有這個心 總是用柔和 總是用幫助人的心態 而知道我們做什麼 所有的好東西 都落在耶穌身上 不好的東西都落在耶穌身上 祂主人在 祂主人不是無所事事的 神是一定會幫祂的 主能夠使祂暫住 我們沒有權去論斷 我們有責任幫助 處理提升 神會用人去幫祂 其實每一個人的提升 都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 而我們都是成為這個一份子 這就是教會的責任 教會的責任就是提升 教會的責任不是論斷 教會的責任不是說閒話 教會的責任不是去踩低 希望大家深信這件事 當一個群體這樣愛心的時候 這個群體一定會增長 一定會成長 好了 學習耶穌對人的接立 耶穌的接立真的很特別 我很喜歡耶穌 我想到耶穌就歡喜了 這個圖未必聖經有講 不過只是一種代表性 彼得 他否認耶穌之後很傷心 這個圖他代表 路間二十二章三二節 一起讀 曾彼得法要否認耶穌 耶穌會講的說話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神的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經過你的體系 這個我們看到耶穌高度的接立 耶穌的接立真的很高度 我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無論我們有多少污慰 多少罪 多少懸弱 我們來到耶穌 耶穌我需要你醫治我 我需要你卸臉我 耶穌是很歡喜的卸臉 耶穌就很興奮 雖然我們有很多的罪 只要我們說 神啊我需要你 神就很歡喜 所以我們 這個圖大家都可以放在記憶 你多傷心都好 耶穌是你醫治我 耶穌就很歡喜 耶穌就很樂意去醫治 耶穌就很樂意去更新 改變 多謝耶穌 這個貪子的薩哥 誰都不喜歡他 但是耶穌說 殺怪快來 我今天去他家吃飯 哇 他歡喜到不得了 他覺得他自己是 一個犯罪的人 沒有人喜歡 宗教群體一定拒絕 沒有盼望 但耶穌就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那些人呢 不僅不是耶穌這樣 耶穌這樣做 他們還指控耶穌 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人 那些人說 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心就是指控耶穌 這個人說我騙誰給他幾倍 我願意將我的一半周濟窮人 耶穌說救恩來他家 就是他的生命的改變 他真是接受耶穌願意改變 我希望我們信耶穌 不只是某些地方做耶穌吩咐 全面性是很重要的 你說很難 哪裏見到有問題就處理哪裏 你聽到他改變你就改變 這個女人因為他是犯律法 但耶穌是完全的節奈 《馬太9章22節》 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了理從哪時候女兒就傳來 我希望大家記實這句 女兒或者兒子放心 我們看到耶穌的心 第一他稱呼我們為子女 他真的很接立我們 很想和我們有子女的關係 他是一個很慈愛 很接立性的神 我們過得他兒子女 放心吧 耶穌知道他不放心 知道他擔心 耶穌就說放心 放手吧 不要緊的 輕省吧 來到我面前 輕鬆就行了 你的信夠了理 你做得不夠好 你相信神會射面你 神會醫治你 神會幫你 很簡單 所以來到神面前很簡單 那你就可以做開心快活人 其實基督徒有兩種 一種就說我什麼淡子給耶穌 我要輕鬆 我又願意善待人 神又歡喜 我又輕鬆 另一種基督徒就是 哎呀 人真是壞 我真是生氣他 其實分別就是 一個就是 他的問題我不用生氣 一個就是我要生氣 我生氣他 我要報復他 我要對他這樣 他這樣的時候 或者別人對他不好 他又不開心 他就一世做人很慘 很苦 很不開心 其實生氣的人 會不會開心呢 你有沒有試過生氣人 是很不開心的 或者排斥人覺得他不夠好 不接納人自己都很辛苦 做什麼要做人做到這樣 是不是 既然耶穌給我們自由 為什麼要在地獄裡生活呢 有些基督徒在地獄生活 哎呀 好慘啊 嘩 嘩 那些憤怒在裡面爆出來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良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善良 如果我們心裡有神的善良 你的心就會鬆 就會得釋放 有些人以為 和耶穌還未釋放 他就以為全部得釋放 有一個人剛剛昨天打電話給我 牧師 我在聚會裡得釋放了 好 不過我說 你跟著回去怎麼處理 你不要以為只是聚會就會處理你的問題 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處理 有很多人以為 哇 有個大量的伏侍者奇緣土 哇 好鬆 真是鬆的 不過回家又再生氣又再理會 是一定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真的放手 不要緊的 不能死的 還有我們折代一個人就是折代耶穌 折代耶穌就是折代天父 還有做了一個小子身上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不做在小子身上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所以耶穌很清楚地說到 你做在誰人身上 你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現在很折代 為甚麼呢 你折代先知必得 先知所得的賞賜 折代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賞賜 那你找不到先知又找不到二人 找個甚麼呢 小子無論何人 只把杯 因為門徒的名字 只把杯糧水吸走在小子裡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 如果你找不到先知找不到二人 你就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你就不能不得賞賜 是不是很折 又開心 幫人是開心的 因為神將一種 他的律法放在我們心裡 我們做好事是會開心的 就算不信耶穌人做好事也會開心的 他跟從神的吩咐 是會開心的 當我們幫人 你真的會開心的 是不是 那你做不做開心人 做祝福人 你就是祝福 放這個祝福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祝福你了 好了 我們怎樣善待人呢 怎樣去做呢 最重要就是 馬太九州十三節 我喜愛練術 不喜愛祭祀 當我們去關心人 祝福人 神就很喜歡 神最喜歡就是這樣 練術人 神不是最喜歡我們 建立自己的王國 是神喜歡我們去祝福人 見親人就祝福 我周時祝福的人 未必是這個教會 但我是會祝福這個教會 但我見到什麼人有需要 我就祝福什麼人 怎樣去練習人呢 一起讀一讀一下 感激神 怎樣去練習我 他練習我們 我感激他 感受別人的困難 這個很重要 感受一下他的痛苦 大家開眼讀一下好嗎 第三 思想 我知道昨晚有些人很晚睡 怎樣去憐憤祝福 真是要思想的 有些幫人是特別難 我真的要祈禱神 怎樣去幫他 我會找機會 找不到機會 我起碼善待他 製造將來的機會 第三 第四 放下自卑 愛收 愛不關心 有點難了 然後 聆聽關心神 一定要聆聽他的情況 回應他 不要單 不要Monolog 自己猛地說 對方就在那裡沒有話說 我們說幾句 他沒有話說 我們問一下他 你覺得怎樣 你聽到有什麼回應 你認不認同 或者你覺得難不難接受 去瞭解一下他的情況 就是互動 我們永遠是互動的 我們的連續可以留下 一生的影響 那個帶我信耶穌的人 我一生都記住 他可能現在未必在世 可能不在世 我不知道 我嘗試在Facebook找也找不到 不過求神祝福他 我多謝天父使用這個人 很簡單的 和我傳呼聲 我心裡很感謝 我真的幫過很多人 有些人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講 因為我為他的女兒祈禱 她的女兒有四年 是不能睡覺 不能上學 以至在讀大學 要離開 停 他找我祈禱 他第一晚開始睡覺 然後越來越睡得好 然後他的女兒回去讀書 然後完成了他的學業 他說 我見我一天 我記住 好像我記住我的結婚紀念日一樣 我心裡真的很感謝神 神是我可以這樣影響他 他真的跟我講 他說 我記得那個日子 我記得哪一天 我心裡真的 多謝耶穌 我可以對他這樣的影響 我心裡很感謝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好嗎 你一生影響一個人的 一杯涼水 神就喜歡 這麼簡單 一個微笑 一個接納 神就喜歡 小小的接納 神就喜歡 而聖經講得怎麼樣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羅馬書12章14節 你不一定要吸吻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奏作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愛的人要同步 要彼此同心 不要自理高大 都要苦咒卑微的人 不要自為聰明 不要以惡無惡 中以為彼的事要留心去做 而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諱 有很多東西 迫伯你的 怎樣 祝福 只要祝福 不要奏作 永遠都不要奏作 不會說 那個人這麼壞 我要奏作他 或者有時候不是奏作 而是心裡 這個人真壞 所以我要生氣他 我要頂一下他 我要做些東西 讓他享受一下 這種心已經有奏作的成分 別人開心 我和他一起開心 他有什麼好 我和他一起開心 這個心裡很多人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受傷害 所以他心裡很難和別人享受 別人開心 他會抵不抵得 他會覺得 你這麼壞 你那些東西這麼不好 我不會因為你而開心 不會欣賞人的好的地方 亦都不會想令到別人真是開心 但是我們說 他開心我為他開心 與哀哭的人同哭 他憂傷 我和他一起感受他的憂傷 就算你哭不出 你感受一下他的憂傷 彼此同心 不要志氣高大 這個很重要 不要以為自己厲害 以為自己厲害 神就說 你這麼以為厲害 我就是不喜歡你 有時候人會這樣 我比其他人厲害 我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好 但是神就更加不起悅 不要志氣高大 都要苦咒卑微 我們其實都是由卑微 神提升我們 為什麼要去數算 別人有多不好呢 我們多點去看別人的好 該建立 神就歡喜 永遠批判 是不會得到神的喜悅的 不要自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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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自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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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心去做 如果可以盡力以眾人和睦 因為有時候是別人的問題 如果別人不肯和睦 那你只能夠盡力 可以的話 盡量以眾人和睦 這裡包括了很多東西 我們看看黃色的字 一起讀一下 祝福不惡就聰 同樂同虹 不要自器高大 苦咒卑微 不要自為聰明 很重要就是 不要 我們侍奉 我們的生命 我們祝福人 可以學立雞群 但是我們不要在言語 在行為上學立雞群 不要比別人厲害 我們的生命可以學立雞群 可以提升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在言語上 覺得自己比別人好 而我們是尊貴的 誰願為首 就必作眾人的伯仁 作眾人的伯仁就是尊貴 神就喜悅 所以我們想得到神喜悅 我們就作眾人的伯仁 總是去祝福的時候 神一定會歡喜 跟人洗腳 服侍人 神就喜悅 因為耶穌就是服侍者 耶穌就是祝福我們 聆聽人 聽到人說話 留心他的感受 為何我都給大家時間 找一個人 你少溝通的 家長 找回家長 家園找 不是你家序的家園 找個沒那麼熟悉的 認識一下他 回應他 關愛他 不只是今天 以後都記得他講過話 去回應他 其中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說話 有很多人 是不知道自己說 負面的說話 於是 就怎樣呢 家庭不好 婚姻不好 人際關係不好 永遠都沒有好的朋友 很多人是不懂得說好的說話 很多人說 神都不愛你了 但我們可以轉做 神很愛你 正面的 你蠢你沒用 人不喜歡你 但是 神提升我 神提升你 也提升我 神和人都越來越歡喜 你不夠熟靈 我們就告訴別人 愛主不難的 你多處失敗和犯罪 但是神赦免我們 我們可以忘記背後 你注定是慘的 神的救是祝福 永遠將這些不好的 取代用正面的 我希望大家都真的 口是出正面的說話 在群組我周時見到一些 不好的說話 善人和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愛 心裡有惡的 就發出惡話 到底你發出的是什麼說話 求主幫助我們去醒察 多講恩典的說話 希望大家記住這個名詞 恩典的說話 是這些恩典的說話 一起讀一下 我關心你 你是寶貴的 我欣賞你 你有很多長處 你做了美好的事 神會使用你 我珍惜你 你有心不安在人 就說 我關心你 你是寶貴的 我欣賞你 你是有很多長處 有些人說 他明明沒有很多長處 他總有長處 神會做一個人 是完全是沒有用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 而我們欣賞的是 任何一個人 你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神會用你的 我珍惜你 你是有心幫人 總是講恩典的說話 但我們都要講 說話要做事的 做事的時候怎樣說呢 溫和地講律法的說話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探討和引導 我們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想不想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探討 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 你這麼蠢 你想想 用一些引導的說話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用問題是一個好的方法 教導也可以用問題和引導 一起讀 我們這樣溝通豈不是那麼好嗎 不將人的負面話放在心上 會不會那麼好呢 譬如說 我們這樣溝通 譬如有個人的溝通 他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引導他 我們這樣溝通是不是好些 或者 我們不要經常想著負面的說話 想正面的說話是不是好些 這個就是教導來的 就是引導他 當然最好就是不要用負面話 不過有時候真的他講負面話 繼續講的時候我們可以這樣說 可以用正面的說話 就說 我們不如說多些正面話好不好 好了 吩咐 請你幫我洗碗好嗎 我們一起做清潔工作好嗎 就是去引導他一起做 而不是就說 快點做吧 你怎麼搞錯 站在那裡有棵木 這樣就是 加多一句話 踩低它 好了 有時候都要指責 他會知道他錯的 一起讀 你這樣遲到 你知道會帶來什麼後果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 會令人覺得怎樣呢 這些是當人都不肯悔改 繼續不肯悔改 我們都可以指責 但是指責的時候 用問題更加好 你這樣遲到有什麼後果 你這樣說話會怎樣傷害人 這個真的是藝術的 我在網上有一個說到律法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和律法的話 你上網找兒牧師 律法的話 你可以找到的 而我們真是歡迎人 真心歡迎人 不要不斷地歡迎人 體重和珍惜人 真心歡喜見到人 就是介紹自己 陪伴他 要有一個新人陪他一起坐 其實很多人 他經常都是跟自己熟悉的人坐 可不可以跟一些 即是有些新來的人 跟他坐 跟他聊天 幫助他熟悉環境 和人 教會裡面的人 了解什麼地方去幫助他 真誠幫他 和他建立關係 令他覺得被歡迎 和想回來 我第一次去教他 有一個人 我記得 我到今天都記得他的名字 他說 你下個禮拜回來好嗎 但是其他人沒有這樣說 我不是一定說 每個人都一定這樣說 不過我們盡量可以這樣說 是會鼓勵你 而隨時跟別人建立關係 任何時間 見到一個人拿東西這麼重 你不是一定在教堂裡面 教堂外面都可以的 你幫他拿東西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當然他怕你拿走東西 那你就 你又 你就小心 但是有很多人我見到 都未必的 他真的拿很重 你說我和他一起拿 他真的很開心 然後你跟著說一句 耶穌很愛你的 我是信耶穌 所以我很開心的 希望你都認識耶穌 有時一句說話 可以影響一個人 隨時建立關係 可以怎樣 招呼問候 以及觀察怎樣 見立聯繫 有些人每個人聯繫而同 有些人來跟他打球 有些人來跟他聊天 聽他說話 關心他的需要 隨時幫他 找機會去傳呼音 這裡有一個圖 有很多人擁抱 不過這個人好像要站在我 沒有什麼表情 你看到的時候 這個孤單的人 沒有人管 會怎樣呢 我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 那些沒有人管的人 五十個國家 我上個禮拜講了 有嚴重迫迫的國家 我們需要更多基督徒 更多教會 站穩可以影響他們 但是太多基督徒 自己都搞不定 自己都倒閉 怎麼會幫人呢 到一有迫迫 全部都站不穩 但是當我們站得穩 我們總可以建立更多的人 我們認識有些別的教會的基督徒 我們都鼓勵他建立他 我們不是叫人來我們教會 我們是建立他 讓他在教會得到祝福 這樣的時候 教會就站得穩 但是實際上 很多基督徒是站不穩 我心裏面 是有一種掛心 但是我不是重大掛心 我是說我可以做什麼 我就做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好掛心神的整體教會 你願意建立我們的教會 願意被醫治 我們自己被醫治 一起建立我們的教會 其實我們的教會有很多好東西 人家 覺不覺得 有很多好東西 當我們看好東西的時候 是有很多原因 我們可以毀身這個教會 無論在愛大英姊妹 關心、謠書、奉獻 投入事奉 全部都可以投入 而我們團隊合作很重要的 事奉的人 不是你做你 我做我 比較我做得更厲害過你 而是我們一起建立 我們能夠幫到第二個團隊 我們就幫他 全部一起合作 所以這次我特意想大家衝破 這個 我們的家序的情況 是建立整個團隊 為了承傳聖徒國進奇蹟 建立基督的身體 好像那些大象都懂得這樣做 一隻拉著一隻 那些大象仔 一定要拉得很緊 那些這麼大隻都拉著 因為他要確保 那隻腳都過了去 那些大象的合群精神是很好的 在唱詩之後 就找一個不太熟悉的人 就是去聆聽他 有什麼地方衝破 一起祷告 也都求主醫治 一會兒我們會先唱詩歌 我們還沒唱詩歌之前 我們播另一個影片 那麽就讓大家看一下 瑤樹那種的寶貴 這個警員那個 第五那個 有一個警察 女警 有一個女警回家的時候 有一個女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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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家 她不留意到她入了人家屋 她以為她入了家屋 就見到一個男人坐在那裡 跟著她殺死了她 跟著她去法庭審判 是判了她十年的坐牢 那這個被殺的人的兄弟 就在法庭講一些說話 跟著她的行動 還有這個女警的反應 大家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想一下 例如你想一下 你的兄弟被一個人殺了 你的心會有什麽感覺呢 一定是很多的傷害 一定是很多的不開心 一定是很多的痛苦 她現在正在開 不過 是 是 是 在這個情況 根本 普通人的反應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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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是很 就是很 難受的 但想不到 她的兄弟 是會這樣 是 這個人的說話 她就開始說 這個就是那個警員 她說我只是為我自己說話 我要原諒你 你去神那裏去問祂 祂都會原諒你的 我現在 我不是為我家人 因為我家人未必做的 我責我自己 我愛你 正如我能夠愛其他人 她說 法官我可不可以給她 擁抱她 你看她的反應 你看那個警察的反應 你看那個警察 是很感動 她就說 這件事是很不幸運 但她說 太少人是真的 用基督徒的方式對人 所以當她這樣對她的時候 那個女警是很感動的 是非常之 非常之感動 再回那個女警那裏 你看 你看那個女警 她是 因為她那時是很內疚 很內疚 很痛苦 我能夠愛你 我能夠愛你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擁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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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我一次要不要看她 真的她需要這個 這樣的書 其實 我們人都是需要的 我們都需要的 我們在記憶上 如果人們有力 會不會 會不會 有的 有的 凡事天归 奋了人类 让我命被情恋恶 别离报仇 成你所知 让我命被情恋恶 别离报仇 成你所知 让我命被情恋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事天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命被情恋恶 别离报仇 成你所知 让我命被情恋恶 别离报仇 成你所知 让我命被情恋恶 凡事天归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事天归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事天归 奋有眼泪 如爱 深相 宽容 凡事天归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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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爱是我们的人 主的死你充满在我们的心里 主的爱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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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死你充满在我们的心里 主的爱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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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凶多次 你傷害弟兄姊妹 我們曾經幾多次說過閒話 我們曾經幾多次看小弟兄姊妹 排斥弟兄姊妹 求主耶穌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因為神是不喜悅的 神說如果你叛到一個弟兄 不如將一個大磨石綁在你的頸上 將你丟在心海裡 我們神要求你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求你幫助我們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求你曾經得罪人 救我 救我 主耶穌 主耶穌 我呼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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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求我 我呼求你 covenant 我们需要耶稣去洗净我们 需要耶稣更新我们 让我们能够合一 我们合一就没有难成的事 感谢观看